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收藏 瓷器的第013集 也就是刘卫华大师收藏的第13讲 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件很高雅的瓷器 他的器型呢我过去称他为信方品 有信人一样的造型 但他有鳞有角 就像一个玉树临风的一个文员 非常有气节有风骨的文员 给各位转一圈看一看 而且上面做的画是人物 这精彩 人物是最难画 最难画 而且我们的这个人物 绘画上 带有什么 康庸前就是青三代 就是青早期官窑器上的 画的那种人物 那种高雅 那种高适的感觉 一点都不落于俗套 不像到了青晚 这个青早期 康庸前青三代 清晚期到民国 哇 那个人物画起来就臃肿 要不然就瘦弱担薄 缺乏了这种 人物上的一种精气神 画人物啊 精气神很重要 我们玩玉雕也是 所谓的人物看表情 动物看颜色 就是人物的表情 他怎么开脸 我们看一个神佛像是 开脸是最重要 把那个种什么 当时的情境 当时的心情 个人的操守品德 都能够表现出来 而且上面 这是诗书画音 俱全的 诗书画音 而且上面提的诗 非常的高雅 字写的非常的什么 字跟画 诗跟画 字跟画 都有所呼应 都有所呼应 他的主题 清高跨礼 你看这字写的 漂亮 然后用的诸宏印章 是什么 金城续印 你想到金城续印 就在雍正时期 台北故宫有办过什么 金城续印展览 你就知道 不但是雍正时期 而且是雍正时期的 官瑶中的官瑶 法郎才 法郎才里面最高等级的 就是金城续印 有这两个落款 虽然他没有明文讲 跟我们一般归纳 他带有红彩的 就带有金粉 用纯金去做橙色计 红色 所以他用金城跟续印 那这边 另外一头是 鱼蟹相争 我们常常俗话讲 鱼翁 鱼翁得利 鱼蟹相争 或者鱼蚌相争 两个咬都不放 这是什么 鱼翁一抓 两个一起来 所以鱼蚌相争 他这是鱼蟹 这画的是个螃蟹 咬着鱼的尾巴 鱼蟹相争 是吧 下面没讲一句鱼 鱼翁得利 落款 朱鸿印的这个落款 这个朱鸿印 也就是胭脂水印 山高水长 这个是 这是多么高雅 多么隐士的这种 落款 好了 旁边两侧 还有诗文 靠我这边 我就靠我这边 我就先讲 瘦骨 Title是瘦骨 落款也是金城续印 你就可见它的分量 当时必是乾坤仔 此地云游日月长 我再讲一遍 Title 这胭脂水印 瘦骨 瘦就长瘦的瘦 瘦骨 就是讲 人要成仙成道 就彭祖 活了八百多岁 这个道理 是一样 瘦骨 当时必是乾坤仔 此地云游日月长 金城续印 落款 胭脂红的金城续印 谁都知道 李如高 唐木五代人 身处在乱世的唐木五代 何以自处呢 自己心境放松 自己能够什么 诶 懂得自处知道 环境乱 我没办法去改变它 时代乱 我没办法去改变它 射击乱 我没办法把它提振起来 身处在乱世 战乱 我唯一能做的是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各位 之后的 之后的 北宋时期 我们来的 有一个 大文豪 苏东坡 苏世 一路被贬关了 从金城 一路被往南放 那时候 广东广西 到惠州 已经是 那时候已经算是 岭南之地 已经算南蛮之地 又继续被放 还放到最南端的海南岛 就是中国 国土最南端的海南岛 一路被下放 给他去造就了这么多好的文章 诗词歌赋 可见呢 他心态调整到最好 随遇而安 不但随遇而安 能够什么 无肉令人瘦 无足令人熟 还能够什么 发明了东坡肉 还能够 写一些 具有风骨的一些什么 诗词歌赋 还很重要 到后来新办学校 在荒郊野地里面 教学 了不起 所以苏东坡在我们心目中 就像我们隔壁家的人 可是他又有什么 在心中 神仙一样的地位 苏东坡在中国人的心目之中 是无处不在 喜欢东坡肉的 也想到他 你看到竹子也想到他 你看到梅花 他还有写很好的梅花 看到梅花 涨梅的时候也想到他 你新办学校的时候 也想到他 你写字画画 他都是他的专产 书东坡 这道理是一样 心境的调整 所以李如高的诗 李如高是生在 唐梅五代的 有的写唐代 有的写五代 他是唐梅五代的 他见证了当时的这种乱世 他把自己的 就当做什么 当时必是 乾坤在此地云游日月长 你要怎么 当你 你心态没有调整好的时候 你就是一种 这两个字 我就用这两个字来解读 最简单 当时必是乾坤在 你也是心态不放开的话 你到哪里都痛苦 你到哪里都施展不开 这是当时必是乾坤在 此地云游日月长 当你心境放开了 山高水长 所以什么 此地云游日月长 日月长就是什么 positive 乾坤在就是negative 就是一个正面的 一个负面 心态 好 另外一端 我跟各位在讲 寻谷 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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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水长 鱼翁 看破新王室 独坐秋风 吊石院 鱼翁 看破新王室 独坐秋风 吊石院 这是谁的 马中西的事 马中西是明成化 成化十一年的进士 非常有学问 他能考上进士 他一定小有一点年纪 换句话说 在我们瓷器上面讲的 瓷器上面讲 所谓的黑暗期 瓷器有所谓的小三十年 二十八九年的这个黑暗期 也叫做瓷器上的官邮瓷器 叫明代官邮瓷器的空白期 也叫做明代瓷器的黑暗期 他是处在 他年轻经历过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最乱 国家的什么 明印中 朱祁镇都被 都被蒙古人给什么 给俘虏了 五十万大军 被人家五万小军 给突穿 所以土木宝之意 是明代 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 因为听了不该听的人话 王震大太监 叫他御驾轻征 他哪是 他的什么 祖父级的 永乐大帝的那种格局 他没有那种格局 你怎么能去御驾轻征 到头来 皇帝被抓了 叫太后赶快改立他的弟弟 锦帝 锦太 国号锦太 朱祁镇 朱祁玉 继位 然后蒙古人一看 又有新皇帝 就把老皇帝放过来 一放回来之后 那不得了了 就产生了夺门之变 又把皇位又夺回来 所以他那时候经历的 他的年号 本来是什么 又夺回 变得正统 正统锦太 天顺 那经历了这个 三个朝代 两个皇帝 将近三十年的 这个时间 出了一片乱世 大明王朝 出了一片乱世 由圣转帅大人 文人 心里尤其当过官的文人 文人世代夫 心里的感触是特别深 特别深 然后呢 他又在 成化的 十一年 当了近世 接着 好景不长 成化之后 又遇到了谁呢 成化之后 明孝宗 红治皇帝 那不错 成化的这个儿子 很规矩 守城有余 可是到了明孝宗的儿子 明武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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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什么 又开始荒诞不惊 建立暴房 然后 男女不分 男女他是双性恋 男女不分 而且没事 把自己称为 自己什么 总督大将军 正元大将军 没事在 宫廷附近 建了暴房 要建立 校园部队 把边防的重要要塞的部队 都全部 调过来 让他笑 让他玩耍了 就简单说 就有点像当初的包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蜂火 这个 戏诸侯 到底是一样 边塞的 重要的这些 部队 调来他的广场 给他 玩耍 给他 教育 然后他又喜欢交 外国的朋友 有蒙古的 边疆的 这些人 弄得 像八国联军一样 一扬怪气 就整个的 不但是 国政 紊乱 军中的体系 军中最讲究制度 很严谨的 他这个 闭所 封闭的环境 给弄得四不像 所以这些人 当然 有学问的人 都受不了 这个作者是 我刚忘了 马中西 马中西 诗词歌赋 他除了是秀才 还能够什么 进诗 诗词歌赋 他留下 很多的诗篇 都好的诗篇 这个是 这个是他其中一首 鱼什么 鱼翁翁看破新往事 那种感叹 这都是影视的 这是一种 影视的 这么样的一个 信方平 他的 信 本来是可以 很圆融的 他圆融之中 带有刚骨 就像一个文人 就像一个世代夫 理所应当 在圆融之中呢 还要什么 建起风 这个 鱼翁 鱼翁都看破了 什么 信往事 鱼翁当然讲的 这个是什么 鱼蟹相争的 这个 他用这个图 来做代表 他的诗跟画 诗跟画 它是有配音 对应 鱼翁看破新往事 独坐 秋风 这秋字很多人不认识 一个河之边 道河的河 就是秋 秋字边的左边 大家都认识 右边 我们一般就写成火 那是简体 现在 其实早期正规的字 是什么 右边一个 龟 右边那个 龟 就是 就是有朴式的这种 味道 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 在古人 你泼 这个 啥种的时候 泼种的时候 你要什么 龟 就是 朴式 你要收成的时候 这些收成的时候 要普世 这是个秋的原体字 独坐 秋风 吊石边 秋风是什么 秋风扫落叶秋天 秋风是代表一种秋收 就叫余翁得利 秋收 还有大家很不知道的意涵 我们研究阴阳五行的知道 春生夏长秋收冬长 秋 他说 他这个 后天八卦配五行是怎么 怎么配的 正卦甲乙东方木 黎卦秉丁南方火 队卦 白虎西方金 然后砍卦 任回北方水 然后 中宫的就是什么 为土 土皇 所以西方就是白虎金 白虎就带有什么 克萨的味道 所以以前为什么秋决秋斗 秋决 秋决本身空气之中 金气胜就代表一种什么 一种树杀的气氛 那时候在乱世有树杀 他没有名讲 但是我们懂的人一看 就知道 渔翁看破新王室 渔翁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天高皇帝元的人 他都感受到了什么 这种新王 国家新王 皮肤有责的这种事 而且官场上的人 他本来是当官的人 这个作者 他都想去什么 心境想到的 这是渔翁 想到的这个 山高水长 可见的心态 他也是要什么 离世 因为世道太乱了 所以渔翁他心中 有一片什么 乐土 桃花园 对 名称就是什么 踢桃园 提示的踢桃园 就是世外桃园的 踢桃园 渔翁看破新王室 独座秋风 吊石边 当时必是乾坤仔 此地云游日月长 就是什么 踢桃园 这是踢桃园的诗 一个是马仲西的诗 马仲西算是生在后面的明代 他明代 他年轻时候见过黑暗期 就是明英中 朱祁镇 跟他弟弟朱祁 就是简太皇帝 之间的这个 多门之变 这个皇位之争 那三十年的明代的黑暗 福木宝之意之后 换句话说 把前面的老本都消耗殆尽 就是永宣 就是还有什么 人宣之志 建立了基业 消耗大半 就国力由胜而衰 再加上 明孝宗的这个不孝子 儿子明武宗 每天打打杀杀的 又建立暴房 所以他搞了 自己什么 三十一岁他就挂掉 就死掉 所以那时候 皇位也找不到人继承 后来找他堂弟 匆匆忙忙的 就加进皇帝 这一路 就是感觉上 明初盛世 感觉上很 很长 一到了这个什么 一到了黑暗期一过之后 感觉到 明朝的历史 一下子都被压 就打到一个什么 一个黑暗的一个角度 黑暗的角度 好 我们的主要是图 一边是 鱼蟹相争 山高水长 这种壁氏 隐氏 的这种 图片 他把那个鱼翁 缓得多像 这鱼翁 这边还有一个山板 还有一个山板 这上面一个什么 老铜树 老铜树 这个 因为铜树在我们心目中 是个很干净的树 所以凤漆无铜 都讲了 凤漆无铜 还有这种 我们现在考虎的 像日本人 日本人学我们中华的文化 就是所谓的 唐代的什么 大化维新的什么 所以日本的考炉 日本的维度也高 它的火炉文化 里面是铜胆 外面是造的什么 就是这个铜树 铜树很干净 凤都喜欢 凤漆无铜 所以 还有一个很干净的画面 那个老渔夫 那种什么 画面就是给你感觉 很清爽 包括这个 这个老铜树 还有下面的一些什么 山石 表现得出来 还有下面的那个 海嘛 有船就有水 水波 那种感觉 它 哎 又大面积的留白 就是给你感觉 天涯 就是天涯 有一处热土 有一处 有一处净土 啊 我什么踏破铁蝎 海角天涯 我终于找到了 这么一片热土 而且能够 哎 你鱼蚌相争 你们去争吧 我就在这边怎么当个渔夫 我收成你们的这个鱼蚌相争 就可以了 好 这个秦高画里 它也是金城续印 红色的用 都是用什么 称为金红 又称为胭脂水红 秦高做到礼物 秦高画里是 秦高画里或者秦高城里 是个名画 现在上海博物馆 那李寨画的 明代的 有名的大画家 李寨画的 上海博物馆 他的那个画片 跟这个游所不同 他的画片是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深井 他是一个深井 旁边有些什么 老树 苍松 远处的地方有远山 然后水波里面 人物画的非常小 在那边 而旁边岸边 还有他的什么 秦高 他的徒弟 他的学生 他的信仰者 在旁边 把他鼓掌 加油 秦高 是真有其人 他是 列仙传里面 他是所谓 他是 战国时期的 赵国人 赵国人 他一直在什么 着水一带 着水 这个 这边 传说之中 他的水性特别好 他 到了水里 他就像鱼一样 上岸 他就是人 而且还登仙 是个仙人 用道家的人 讲究什么 道家讲究的是什么 鱼化 登仙 就是 他有这种神仙术 道家的这种传说 跟道家的信仰 他就是 在战国时期的 赵国人 他是一个 传说中的一个仙人 而且他有教学 他教了很多的弟子 他跟他弟子约好了 在旁边 帮他设教 约好了某个时间点 他到海里面 他去什么 他去找龙子 什么龙子呢 就是这个 鲤鱼 红色的鲤鱼 就成为龙子 龙生九子 鲤鱼 他一旦要了龙门 就是成为龙 所以 他去寻龙子 在古书上 说讲 他寻龙子 就是他去找 鲤鱼 红色的鲤鱼 就约定好的时间 他真的出现了 哇 大家给他打开手 他又在 人间 待了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他又继续去 执行他的 水下的任务 跟我们受过 两期爆破训练的 我们当初在 海军陆战队 最严苛的 民国六十四年的 侦察连 两期 我们有蛙人部队 陆军比如说 是成功队 海军是爆破大队 陆战队是什么 最严格的侦察连 我们当时 就是侦察连 年轻时候受训了 就在这个季节 所以又执行他的水下任务 我们当时 各种水上的运动 你都要能够操 而且水上要能够游八千公尺 能够游一万公尺 水上水还有什么 退潮 脏潮 你要怎么样能够游出海 然后要进港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能够游到岸边 在退潮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避这个浪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体力好都已经是什么 把最后的一口气都涌上了 所以当华人真的很辛苦 这是我们的画 我们蓝色的部分 也都是法郎仔 你看他的这个 日月并名 他的海涛 鱼身上的红 鱼身上的红是繁红 他身上的紫色的衣袍 我们紫气东来 我们在道家里面 紫气东来当时形容最高等级的 紫气东来是谁呢 老子 老子是什么 道家的 道家的鼻祖 然后呢 紫气东来 老子又称为什么 博大真人 他这是 他有一定的位阶的 身穿纸袍 留着什么 胡须 有着道人眉 骑着 大红色的锦里身上 然后看起来那个葡萄汹涌 那种 把那种境界 整个都画出来 好 给各位赶快照一下 我们这个 有时候 重点 带到了 就好 其他 要有一点想象空间 留给各位一点想象空间 就看 他的品质 我讲 他态度非常非常的细腻 你看他那个白的那个程度 白细的那种 但是口言的部分 我这样轻轻一照 轻轻一照 你看 他有透出来的那种光韵的感觉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这不是强光灯 这是弱光灯 那就表示他的胎泥 他的胎泥是非常的细腻 有了细腻的胎泥 然后他的成型工艺也做得很好 因为这种工艺一方抵十元 而且这种的方是一种圆中带方 比一般的方更要难 所以 他的胎泥 胎幼 跟他的弃形 弃形 他就像是一介君子 文人士大夫 最讲究那个风骨 一种玉树林风的那种感觉 清高跨里是历史上有名的 列仙传 列仙传上 有记载的 实体的绘画呢 明代有名的 李在画的画 在上海博物馆 有空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但是我们这边都是画的这种简图 大面积的留白 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品味 更有一点超凡脱俗的一种感觉 那种白 那种白 这个白柚 只有在什么 雍正时期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白柚 所以明看成化 清看雍正 而雍正皇帝 为什么最后一句收尾的话 雍正皇帝啊 雍正皇帝 他也是道家人士 他是如事道都修 然后以道家为他的依归 他在圆明园 他有修道炼丹 所以他的心态 然后再加上他又什么 又暗读劳神 他那是日理万籍 暗读劳神的一个人 拼了 把所有的能量 都展现在他那个13年的 那个皇帝的任期之内 他唯一能够让他自己能够什么 能够有隐士 要能够有什么 排遣 或者能够转移心态 或重新归零的 就是靠这个瓶子 不知道 应该说这一类的东西 这一类的什么 官瑶瓷器 上面的画片 所以这是完美的一个组合 不管是秦高跨礼 或者是什么 鱼蟹相争 到他旁边的 所谓的提桃源的诗 当时必是乾坤仔 此地云游日月长 那个寂静 诗跟画那个对应 对的多好 鱼翁看破新王室 独坐秋风吊石边 但是人生啊 你要是能够把自己心态调整到最好 我跟你讲 这比什么都幸福 比什么都很美丽 你的玉海 要是一直填不满的话 永远都是痛苦 这是一个心境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瓶子 就可以想到苏东坡 在当时的那种际遇 谁受得了 那不自杀就好了 就算不自杀也是 也是狗活 哪还是去创造这么多的美丽的诗篇 就又教化这么多的人 所谓的十年数百年数人的事情 又创造了什么东坡肉 还能够什么 让我们什么 大快朵鱼 在这个心境的问题 好吧 我们讲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